因为行政院副秘书长肖佳琪而爆红的屏灯乳酪蛋糕 现在被很多人抢购到夯到爆啊 像是人潮呢周末假日更是大爆满 很多远道而来的民众特地点名就是要吃肖佳琪的起奇蛋糕 因此呢如果买不到货还会转往其他蛋糕店来消费 让潮州区现在好多店家的乳酪蛋糕都大缺货 自从台北下来的 台北下来就来了 因为行政院副秘书长肖佳琪爆红的乳酪蛋糕店 假日大爆满 现场销售每天限量的500个乳酪蛋糕早已卖光了 业者贴出了已受完的告示 不过游客还是不死刑要等半年啊 对因为楼上还有很多订单还没有回复完毕这样子 店家做蛋糕做到手软 尤其目前这一款肖佳琪指定的香橙蛋糕 询问度和订单暴增了八倍 如果现场排队没买到订购得要排半年 而从北部特地南下没买到 实在不死心 有人转移阵地到这家也很夯的乳酪蛋糕店 结果一样也是吃了闭门羹 业者只能够say sorry 我现在没有啊 我又楼空了 哪里还有 是就下来我专程吃这些 我没办法增加产能嘛 你那些量我吃不下啊 那你什么意思呢 所以你今天早上都卖完了是不是 明天也没有 后天到下个礼拜都忙 限量卤弱手工蛋糕 老板一天只做100个 卖完就关门 玄于意外让屏东小镇这款招牌蛋糕 输人度多了10倍 就连官网也因为订购人数爆量 网页根本无法打开 老板抱怨真是不堪其扰 还有这家外观看似普通的烘焙坊 老板在法国拿过冠军 也是卖到只剩下各位数 而这一摊家里的饮料店 也抢搭玄于风潮 卖起了太阳花牛奶 老板把招牌上的香蕉牛奶 改成了太阳花牛奶 CUSO CHOE 看来不管是蛋糕 或者是太阳花牛奶 和学院在上边 肯定能吸引目光 带来笑意 记住翁崇文貴博士 皮图报道